走 这俩搞什么鬼啊 我那么糊涂了 一会儿杀我们 一会儿对我们这么好 丁香 你明白吗 容我再想想 夏儿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师父 我明白 我很明白 我这么高的智商都不明白 你明白个屁呀 一边玩去 夏儿姐姐怎么了 恭喜军上 贺喜军上 你现在身体一切安好 胡说 一切安好 怎么会突然昏死 隔了一天又突然醒过来 对呀 毕大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二人也想知道 根据我的初步判断 因为您这段时间 孤独操了 我特别想治好您的病 所以用的都是大猛之药 才导致您一时的昏厥 这么说还是你的问题 看来砍了你的脑袋 一点儿不冤枉你 跟我来 皇兄 你干吗 你放开他 父王 你快说句话呀 蓉儿 不得无礼了 父王 这件事情不能怪李太医 你随时都可以帮我杀了 你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啊 李太医 你不仅仅是一个医家 还是寡人的救命恩人 两儿 这件事情以后不用再提了 还有 寡人要宣布 你跟李太医以前的过节 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 你们两个就此握手言和 走 走 看来这金蚁真的是起死回生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金蚁死了 你被杀逃了 我可以陪你一起死 我毫无怨言 可现在 夏儿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过现在还好 金蚁她很信任我 我们还有机会 别生气了好吗 走开了 那你答应我 这是最后一次 不过来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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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欺负我 你闪开 你走开 你干什么 路过 路过 就当我们没有来过啊 要不要吼门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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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 我想了想 这报仇绝非一日之功 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那要怎么做 我们不但要报仇 我们还要活下去 不但要活下去 还要赌回你和你弟弟的江山 所以 我跟徜徉公主打好关系 你要充分利用机梁 怎么利用 她越怀疑你 你就越靠近她 这样你才安全 她们一定在哪儿 那边决定 靳定 我们能降到 决定 这儿 应该我 太爱了 我们要对这儿 阿姨 把这儿 让杨子 你喜欢 我呀 我 按一下 我十五岁就嫁给你 我还不了解你 不是 我的太子妃 这 这天地良心啊 我跟半侠是清清白白的 那她来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一会儿问她呗 你来问 你来问 太子妃也在啊 这是我的家 我不可以在吗 我找大将军说点事情 你的意思是 我需要回避一下 能回避当然最好了 我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那好 大将军曾经说过 只要我愿意 随时都可以住在太子府的 我 开玩笑的吧 我是 可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现在没地方去了 还劳烦大将军 给我在太子府安排一个房子 是 是 是吗 我 当然了 如果太子妃觉得 我住在这里对您是个威胁的话 那我也不强求 慢着 他会不会透露 也会有点 很多客人 无人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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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准备出一个上好的房间 给夏儿姑娘住 最好 离大将军的书房近点 方便大将军和夏儿姑娘见面 诺 太子妃 夏儿姑娘 这下你满意了吧 谢太子妃 这是西客呀 你竟然会来找我 公主 是这样 我想斗胆帮您尝试一下 是什么呀 把你的脸治好 什么时候不见的 今天早上 这个集中就算侥幸逃出天牢 也不可能逃出都城 给我搜 全城搜捕 活要见人死要见识 诺 这又很不尽 会不会跟半夏有关系 真像 这鸡可真像 这烧鸡送给师傅吃 师傅肯定会开心的 你怎么抢烧鸡啊 小子给我 搜 诺 人呢 干嘛呀这是 干嘛 我说你怎么打人 怎么打人呢 你再打什么你 购宝兄弟 冰箱姑娘 我们呢 再抓一个逃犯 希望你们配合一下 我当是谁呢 搜就搜 配合就配合 你打什么人 你们有没有素质啊 丁香姑娘不要生气 我这个冰马 他一般不打人 除非呢 妨碍公务 妨碍 你不是就是 帮二郎神这些公务吗 有什么了不起啊 真的是你 行 行了 行了 打得也不疼 大将军 这什么人逃跑 这么重要 还得您亲自出马 你想知道 是吗 也不是特别想啊 不过我这个人 不就好打理你 写到消息吧 告诉你也无妨 这个人呢 你也认识 他曾经给你关在 一个牢房里头 一个牢房 报 西北将军 其他地方搜过了 没有发现没人 行 罗宝啊 如果你看见这个人呢 记得告诉我啊 这个妨碍公务 窝 窝藏罪犯 可可可可是要杀头的 不是 我就奇怪了 那人是谁 你压根儿不告诉我吗 我们怎么帮你杀什么头 你吓唬什么人的你 有什么妨碍的 慢走 那你还在这边慢走呢 走走走 莫名其妙 狗宝哥 我是小瞧你了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怂了 一秒钟变奴才是不是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你在都城混 你就不能得罪他 他是谁啊 脊梁的一条狗 当心地咬你 不就是啸天犬们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送空呢 咱不棄啊 跟我管一个牢房 对啊 是谁啊 这么多人你能记住吗 就你这记性 别跑 有没有搞错 这是我消救我师父的烧鸡 你竟然给吃了 快打 你 你还敢推我 你小子 什么赖乱 敢抢我的烧鸡 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我师父 是大冰冰冰的神医狗宝 我一换哪 烧鸡好吃 他娘的 老子买的烧鸡当然好吃了 烧鸡好吃 吃个傻子 你是个傻子 行行行行 什么问题 你是个傻子 算我倒霉 你这个傻子 跟着我干嘛呀 不许再跟着我了 师父 小兔崽子 你去哪儿的 你啊 我去给你买烧鸡了 知道我喜欢吃烧鸡 烧鸡呢 烧鸡 被她抢了吃了 谁啊 就是他 混哪儿的你 敢抢我吃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跟你说话你转过来 师父 他是个傻子 师父 怎么了 不是逃犯 过冰之追他 过来 李太医 你把我泡在这药水里面 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脸啊 可试试 也许有效果 也许 死马当成活马医呗 你把我当成死马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打个比方 可是 我的身上又没有伤 我是不是应该把脸埋进去 这样才会有效果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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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的血脉都是相通的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泡着吧 李太医 这个水好像有点热 你帮我把那个火调小一点 好吗 李太医 我泡在这浴池里面 你就把脸给转过来吧 那可不行 您身份高贵 就这样挺好 我让你转过来 你就转过来 怕什么 你脸都红了 我长得这么难看 你到底在怕什么 跟你的恋人半下相比 差得可远着呢 难道你怕爱上我啊 这倒是真理啊 等等 你都陪我聊会儿天嘛 公主 公主 我要药事禀报 什么事啊 这么慌慌张张的 听老李逃出来一个药犯 大将军正派人四处搜查呢 能让王兄这么兴师动众的人 看来是他 公主 恕我多嘴 请问一下这个药犯 到底是什么 击中 我的堂哥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诺 公主 李太医 衣服烧着了 快快快 快到池子里来 快点 公主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您把我杀了吧 你要不把我杀了 让你王兄把我杀了 也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李太医 你试试这身衣服合不合身 再把你的衣服拿出来 我让他们给你洗洗 洗衣服我就算了 这衣服我还是收下吧 谢谢啊 你把我推出去 我住哪儿啊 爱去哪儿住去哪儿住 这 对我这么好 那我真走了啊 你把我推出去 我住哪儿啊 你把我带到这儿去呢 你把我带到那儿去 撕了吗 你啊 我睡不着 我过来找你聊会儿天 你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那我就进来了 激郎你个混蛋 你还真敢来找他 你这边做 对得起十五岁 就嫁给你的我吗 你这严重啊 夏日姑娘刚刚搬进来 她一个人孤骨灵丁 我过来看看她安顿好没有 你放手 放手 放手 她一个人孤骨灵丁的 你让我独守空房 我就不公主灵丁的吗 你成人 不是你把我推出来的话 我把你推出来 我也没让你来这儿找他呀 那我找谁去 我没点入 我平时也没听你这么听话 你现在怎么就那么听我的话呢 行行行 咱不说了 好吗 咱去睡觉 别看了 睡觉好了 你接着 快来 这 记住 快来 她是怎么出来的 这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逃出来了 阴差阳错得就让大黄给带回来 セ儿 馨儿姐姐 现在计量了走狗党身 到处搜查 大黄要是早带她回家一点点 就会被党身撞进哪 我已经说几种逃出来了 正想跟你商量 没想到在狗堡这儿 行 这也算是外星了 你们怎么把它绷起来了 萨儿呼呼 放开大不行了 她一听见你要来 好像很害怕 大难度地要走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朱儿 放我出去 朱儿 我是姐姐 我没有姐姐 就立刻放我出去 朱儿 我给她捡拿过了 明儿疯了 这一切都是我害的 静儿 今天就罚你在书房里睡 你要是敢出去找那个女人 我 我就上吊 行行行 你别吓唬我 我不出去 不找那个女人 还上吊啊 真晦气 你还知道什么叫晦气 去 你还知道我是太子吗 你们两个给我看好大将军 他如果敢跑出去 我就砍了你们的脑袋 诺 太子妃 还有 那个叫半夏的女人 不许她进去 如果你们敢把她放进去 我一样砍了你们的脑袋 诺 这怎么睡啊这 豊朝太子也没有这种待遇啊 你们这儿是什么意思啊 太子妃说不准你进入 太子妃说不准你进入 哪儿是什么事 我不进去就是了 那是什么人啊 夏儿姑娘 没什么人啊 那是什么人啊 还是能送回我 要 Miss 那是什么钱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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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又 这 这是人吗 这不是簪子吗 谁的 我哪知道啊 不是你的 难道还是我的呀 放屁 你大早上的你干什么呀 这个簪子 是我在你的书房里捡到的 它不是我的 老实交代 它是谁的 我不知道 它在你的书房里 你会不知道 是那个女人的是不是 那个女人昨天晚上 来书房了是不是 不 也许她今天早上才走 是不是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书房睡觉 我就这么睡的 我都睡落枕了我 什么女人哪 铁证都在这儿的 你还敢狡辩 走 我们去找她当面对质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还有完没完了 什么肩负淫妇啊 说话太难听了吧 走 对质就对质 不对质我还不干了呢 我反正没做亏心事 我是真落枕了我 走 夏儿姑娘 打脚了 大将军 你这脖子怎么 我落枕了 拿出来吧 我的簪子怎么在你们这儿啊 我找了好长时间 真是你的 脊梁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说什么呀我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 真相已经一目了然了 你个贱女人 昨天晚上你去书房了是不是 是啊 我去了 可守卫没让我进啊 你还敢撒谎 你要是没有进去 这簪子怎么会在书房里 我今天跟你没完 行了 你别闹了 好我伎俩 你竟然护着这个女刺客 你有宠 我去找我爹 别找了 你干什么呀你 这大清早的我招谁惹谁了 他也不给我面子了 大将军 你没事吧 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害你被打了 跟你没关系 你看啊 我在这儿 害你这儿我也待不下去了 要不然 你上次关我的 不是有个私宅吗 我搬那儿去吧 也好 来来来 到这边来 没事没事没事 告诉你老实点啊 知道这是谁的地儿吗 季粮呢 他能满世界找你呢 你要不想回天牢 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没事没事 季粮 我会保护你的 我不要你 你是坏人 他也是要杀我 季粮 季粮 我那时候 认为季粮不会伤害你的 季粮 所以我才那么做的 你你就是坏人 你要杀我 我不要 没事真没事 季粮 还是你这个办法好 你打死季粮 他都想不到 你把它藏这儿 没事没事没事 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事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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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太医 你的脸都红了 是不是离我太近 不好意思啊 公主 您别这么说 万一我一紧张 不但您这边的脸治不好 那边的脸也被我治坏了 那我不说了 你快治吧 您别那么看我 把眼睛闭上 好吧 要死了 饿死了 定生 我做饭你干嘛呢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你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什么事啊 说出来让宝爷乐呵乐呵 别闹 看来真是情绪不高啊 怎么了 我想我爹了 哪像你呀 你从来不像你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啊 狗宝哥 你说咱们也在都城安顿下来了 不如把他们接过来 跟咱们一起住啊 这办法不错啊 要不我让大黄回趟莫凯俊 叫他们过来 你不必麻烦了 你同意就行了 我已经找人送信请他们过来了 葛丁香 你有没有搞错啊 咱俩谁说了算啊 我说了算啊 我是这医馆的医师 我是这医馆的主人 凭什么呀 凭这开医馆的钱 是我的钱 那翻面是我在赌场赢的钱 怎么就成了你的钱了 你在赌场赢钱的时候 是不是拿我当的赌注 你拿我当的赌注赢的钱 那就是我的钱 赢什么闺女啊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 跟你这种智商的人只能举例子 比如啊 我有一颗鸡蛋 我给的你 你帮我付出的小鸡 这小鸡当然是我的了 因为鸡蛋是我的 对不对啊 你拿的鸡蛋给我 我付出小鸡 小鸡就是你的 对啊 凭什么是你的啊 我付出的小鸡本应该是我的 我是小鸡的爹 对啊 你是小鸡的爹 我是小鸡的娘 我们俩是一对啊 谁跟你是一对啊 你刚才说的 是小鸡蛋你 付出对大事啊 不然就得了 你干嘛付鸡蛋呢 麻烦 这个智商真是 不是 你怎么付鸡蛋啊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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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别做人了 你做人也别瞎拍啊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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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在那儿呢 追 是你啊 怎么回事啊 快 关 关地追我 快 快 跟我走 快 站住 快点 你还吃 快 快 快点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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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将军 逃犯好像不见了 会不会 逃进这栋房子了 你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吗 你知道里头住的是谁吗 将军 我说是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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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确定吗 应该确定吧 你听娘的病 不应该确定啊 我告诉你 这宅子里住的是 大将军最喜欢的女人 这要是出了事的话 咱们谁也兜不起 那我确信 那个逃犯就是进了这个宅子 要不咱们进去看看 我们已经党将军了 走 党将军 要不要进来坐坐 你这是干什么呢 没 没什么 你是来看我的 不不不 我是路过 巡逻 党将军 要不要进来坐坐 那就不打扰夏儿姑娘休息了 愣着干吗 走吧 走走走走 鸡腿脏了 不能吃了 鸡腿 鸡腿 祖宗 别哭了 他们还没坐轮 别让他们听见啊 正儿 想吃鸡腿姐姐买给你吃 以后不能随便出去了 知道吗 夏儿姑姑 现在 索性有惊无险 只是以后 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家了 进去再说吧 走 公主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天哪 这是我吗 对 真的是你 李太医 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啊 你不用感谢我 为你向老王是我分内的事情 老天真的眷顾我长阳 让你把我的脸治好了 其实 我从第一眼看到你 就喜欢你了 公主 你别这样 对了 他一句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吃 有动静 我去看看啊 嗯 别吃了 别吃了 我官兵来抓你了 快跟我走 快 走啊 你们到处搜搜 自己进去 好 好 怎么是你小子 是大将军让我在这儿 照顾夏儿姑娘的 你跟我撒谎是吧 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别别别 别杀我 杀了我 你怎么向夏儿姑娘交代 办下 我用得着想她交代吗我 好好好 你不向夏儿姑娘交代 那你总要向大将军交代吧 那 那 那我问你 既然是大将军让你在这儿的 你这是躲什么呀 废话 大白天的你们偷偷摸摸地进来 我还以为是偷东西的贼呢 你们进来干什么呀 我明白了 你们要趁夏儿姑娘出去了 偷偷摸摸地进来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你放屁 老子是正常巡视知道吗 只是看看 那当然了 这么说是一场误会 就算是吧 放 大将军 什么都没发现 我说吧 你们还是在找什么东西 等夏儿姑娘回来 我一定告诉她 小朋友 拿着 摆糖吃 我可从来不撒谎 胃口还挺大呀 这给你一个 好吧 为了挡身将军 偶尔三几次活 也是可以原谅 放心 我绝对什么都不会说的 乖 走 夏儿姑娘回来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党身趁你出去了 带领官兵来搜 什么 你弟弟啊 差点暴露 幸快我吉领 跟党身一阵胡吹 把党身给唬住了 可记中呢 糟糕 在这儿 打开 请 重儿 醒醒 重儿 醒醒啊 你醒醒啊 重儿 夏儿姑姑 对不起啊 我忘记她还在箱子里 没事 这儿我没事就行 夏儿姑姑 等身她已经开始怀疑这里了 你还是带着你弟弟藏到别处去吧 不知程阳公主驾到 斗大人 快请起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件急事想找你帮忙 好 你说 这么漂亮的宅子 看看 喜欢吗 当然喜欢了 以后这栋宅子就是你的了 公主 这可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你不仅治好了我父王的头疼病 还治好了我的脸 送你栋宅子怎么了 公主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这么好的宅子我真不能要 不要也得要 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是不会变的 公主 你把宅子送给我 别人怎么看我啊 你管别人干什么啊 不行 我绝对不能要 好 如果你坚持不要这栋宅子的话 我就把它给烧了 公主 这么好的宅子 你烧的干吗呀 你都不要这栋宅子 那它就是我的了 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你管不着 来人呢 在 给我把这宅子给烧了 诺 等会儿 好 好 好 我药 我药还不行吗 谁呀 干装本将军 看 看本人在这儿 这么多污汤了 熹门恩将军 怎么是你啊 我 馨儿姑娘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 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没关系 没关系啊 这样吧 你给我回去吧 我帮你洗一洗 嗯 行 行 你别客气了 是我弄脏的 应该的 我 我 怎么能劳反馨儿姑娘 给我洗衣服呢 哎呀 唉呀 垃炼 像 我就冲上 我 这样 进来 没有 哎呀 哎呀 Wellington 你真的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夏儿姑娘 你身上这是什么香味啊 这么好闻 你等一下 西门将军闻到的应该是这个味道 我每天早晚各吃一次 这次 香味可以缓缓一天 射香 这叫射香宝心丸 可以意气养心 滋阴补慎 这可是名贵的东西啊 夏儿姑娘 送我几颗呗 如果将军喜欢的话 那这一盒都送给你 谢了 请留步 不必送我来 你等等 你那也是有个东西啊 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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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完成了第二套方案 让西门安吃了你颜值的射香丸 后面就看你了 遵命 你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杜皇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对我发生了改变 这样的复仇 没我想象的那么痛快 好 小儿 我没有变 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回去了 我送你 我想一个人进一进 是 来 来 夏儿 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啊 丁香和大黄呢 出去玩去了 找我有事啊 我心情不太好 找你陪我喝喝酒 喝酒 那你找对人了 封陪到底 走 好 都把你忘了 光暴哥 给你带烧鸡来了 你师父人呢 我也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 你师父去哪兒呢 你都不知道 他不会是去逛妓院了吧 不可能 我师父不是那种人 你师父什么人 我逼你清楚 我去找他去 夏儿 师兄和徜徉公主 那都是逢场作戏的 他说如果真的敢给批你 我揍他 我知道是逢场作戏 可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 狗包 我是不是错了 我就不该搞何无事 我应该跟着父王一起去 你胡说什么呀 你必须好好活着 我要你好好活着 我一点都感觉不断活着的滋味 我觉得我好难受 夏儿 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美丽的 我知道你心里边苦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 这样看起来好滑稽 喝酒啊 来来来来 你 你 门呢 那不是门 那就是门 那你不用扶我 来来来来来 小心 你 那就是门 没有 不是 什么 你 有 没 没有 我 我 你 你 把你 行吗 你 Zither Harp 买肠葫芦 买肠葫芦 又甜又好吃肠葫芦 肠葫芦 肠葫芦 买肠葫芦 买肠葫芦 平儿 我让你拿把刀 拿了吗 夫人 这个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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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啊 夏儿 你刚起床啊 我 大将军这么早啊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有点想你 当然了 我今天起床突然想起来 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喝醉了 对你做了一些不规矩的举动 所以今天特意向你来陪不是 是 那天的事情 那天的事情不是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吗 其实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什么都没发生 那 那太遗憾了 夏儿 既然我今天都来了 要不咱们把那天的损失给补上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我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好意思 别躲了 我今天是来犯错的 大将军 你别瞅着 别瞅着 放开 大将军 我今天就是来犯错的 放开 一凉 一手给我 夫人 你冷静些 我冷静不凉 你快点给我 夏儿 姬柳 夏儿 请你自重 我是看你可怜 她收留了你 没想到你用这种办法 来破坏我和我夫人的感情 真是太水性洋花了 夫人啊 你来得正是时候啊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我的名声就要被她毁了呀 夏儿姑娘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就把你赶出去 姬梁 你这个混蛋 我在外面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家还敢狡辩 不是 我今天要是不杀了你 我就不是乌美 不是 我是清白的呀 是她勾引的我 她跟我说什么 有什么正经事要谈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没想到她 吹吧 我要是再晚进来一步 就逐渐在床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 你对得起我吗 夫人 我今天就严了你 夫人 你过来 怎么样 这 这 既然你们都看到了 我也不想瞒什么 起来 这 这 夏儿 搞不好 什么情况 你们什么情况啊 夫人 你可看到了吧 这足以证明我都清白了吧 这真是不堪入目啊 你不是喜欢李太医吗 你怎么又跟这个男人 勾搭在一起 也太水性洋花了吧 我是不是水性洋花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才有关系 大家都是女人 我嫌你丢人 算了 我还是回去吧 别待在这儿 脏了眼睛 不是 怎么你们俩 夏姑娘 走了 走 夏儿 我昨晚喝多了 我什么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把我带回来的 我没见你做什么 我输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你以为你自己是没神呢 你在这儿干嘛呢 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鬼混了 我还不想去哪儿鬼混了 我去哪儿不用跟你说吧 我是这个医馆的主人 你要去哪里就要向我汇报 不然你走 怎么就是你的医馆啊 这是我的医馆 你行 我动一动给你准备好了 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鸡蛋 我把这个鸡蛋给了你 你给我付出小鸡来 那么这个小鸡蛋就别是一个 不是你还真来 你没完了是吧 你别打扰我行不行啊 我再跟你讲道理呢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是个鸡蛋 如果你给我付出小鸡来 那这个小鸡就是我的 葛丁香 干什么 奶奶让我进来吧 你走开 你走开 不行 你不告诉我去哪里鬼混 你就不能进去 夏儿心情不好 我就陪她了 真的假的呀 夏儿姐姐心情不好 也轮不到你 有毒活哥啊 就是因为她惹夏儿生气 所以她的心情不好的 行 我们言归正传 这也是一个鸡蛋 我把鸡蛋给了你 你给我付出小鸡来 你 早饭没吃的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付出来这鸡馆就是你的 熟的鸡蛋怎么付 还挺聪明的 那是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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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你的 你 有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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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曼姓 ENCE 西班将军 你身上长这些东西都长时间吗 δεν有一两个月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在意 可是最近 最近总是 疼多难忍啊 两个月之前 你有没有碰过脏东西 我没有啊 这不应该啊 像你这种病完全没有见过 李大医 你可得救我呀 谢门将军 您放心 我会尽力而为的 巫司徒啊 如果寡人没有记错 明日应该是你六十岁大寿吧 哎呀 哎呀 就你上个 你 你 日理万机 怎么还记得明日 是老臣的生辰呢 哎呀 您真叫老臣 赶机替灵啊 这样吧 反正明日寡人不需要做事情 明日寡人就到你的府上 为你祝寿吧 使不得呀 君上 使不得 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你我不但是君臣 而且我们还是儿女的亲家 明日不但是寡人去 连姬粮和乌梅也会到场 哎呀 君上 老臣 回去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干净 迎接君上驾临 下儿姑娘 据我所知 这可是王兄的私宅 你在这儿住着 倒也挺惬意啊 你是要替你王兄 把我赶出去吗 把你赶出去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啊 把你赶出去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啊 是不是一句话的事 要问你王兄才知道 你 好吧 我也不跟你废话 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商量件事 显耳恭听 我喜欢李太医 希望你能把他让给我 李太医又不是一件物品 岂能说让就让的 这么说你是不同意了 只要你把李太医让给我 我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本公主说到做到 我不感兴趣 我看你是敬酒不知吃罚酒 信不信我见杀了你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吗 如果你喜欢他 大可以去追求他 他如何选择是他的事 可是你这样 也未免太愚蠢了 本公主想得到的东西 一定会得到的 是 明日基矣要去为巫司徒祝寿 我们的机会来了 西门那边怎么样 你放心 他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杜活 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说 我 算了 你先说吧 我们借西门恩的手 杀掉记忆和姬粮 然后把你弟弟的病治好 辅佐他登上国君之位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命运会把我推到如此的境地 以此酒醉 一片空白 醒来 竟是我怎样都无法面对的事实 眼前这个我深爱着的人 我该怎么来面对他 夏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说 我们去西门恩的时候 如果西门恩出卖你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赌一把吧 赌我 谢谢你 西门将军 你这是要出门啊 今天晚上军上要去司徒府 给司徒大人祝寿 身为静卫军的统领 我当然不能缺席啊 是这样啊 新门将军 我这次来呢 想请你帮个忙 李太医直说 李太医 你这可是弑君造反呢 没错 你说对了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杀了我你会被我死得更惨 因为普天之下 只有我能治好你的病 你这是在威胁我 对 你又说对了 是 是 西门将军 大将军啊 这有日子没见的 你这脸怎么回事啊 没 没事 小伤 瘦了点小伤 这还小伤啊 身体不好就回去休息 不要这么拼命啊 保护军上和大将军安危 是我继位军统领的职责 西门不敢堵持 不过看你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担心你的安慰 来 公主 我这是一个小小的医将 真的 你能对我这么好 我太感激你了 公主 来 我借你呗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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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公主 毒活再敬你一杯 干杯 干了 干了 好喝 好喝 就是有点儿头晕 公主 你喝多了 不能再喝了 我多喝点 我 我 公主 公主 来 吴司徒 来 来 来大家喝一杯 良儿 父王 你跑到哪里去了 寒儿去视察了一下守卫情况 好 这里是你岳父家 难道你岳父还会派人来刺杀寡人吗 走吧 良儿啊 今天是你岳父六十大寿 你还不快敬你岳父一杯 谢他为你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太子妃啊 良儿 敬岳父大人一杯 不敢拿 那我敬父王一杯 好 来 来 你把 活出去 给我上 大将军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西门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造反啊 军上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大胆西门 你竟敢犯上作乱 究竟受何人之事 太子妃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是 事都办成了 他们都被制服了 是 西门将军 你是做大使的人 咱们以后还可以合作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厉太医 我求你了 先把解药给我吧 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好吧 看你这么可怜 好 这是解药 西门将军 带我去看看 好 好 多谢西门将军 看我 是 是 可以的 你不可以吧 杀呀 喜门 他们是寡人的禁卫军 你叫他们杀寡人 他们会听你的话吗 军上饶命啊 军上饶命 我也是被人逼的 被人逼的 你是寡人的禁卫军统领 有谁敢逼你啊 军上 我 我不能说 说了 我 我会生不如死的 你不怕寡人杀了你吗 你杀了我 我也不能说 喜门 赶紧说 找死是吧 我承权你 且慢 如果杀了他 就没法查出那个幕后指使 喜门 寡人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说出谁是主谋的话 那你把他带过来 可以吧 你让我弑君谋反 我岂能随你 你不怕我给你的药是假的吗 给寡人抓住他 拿命来 你不怕你 你不怕你 你不怕自己 你不怕你 我给你 你不怕你 你不怕你 你那你抵护你 他他们说 那这女人 要是寡人 你们要不怕你 快点上 中了我一箭 跑不远 快追 诺 师父 你说你的医术 现在是全天下第几呀 那肯定是天下第一呀 这么说 师父 师父也没有你厉害 本来啊 他的医术就在我之下 但是呢 师父临死的时候 就把诊级传给他了 所以呢 他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 要不然哪比得过我呀 你就吹牛吧 什么牛啊 去 看看去 师父 我怕 怕什么怕呀 别的 师父 是毒祸师伯 啊 快来来来 快来来 你狗老科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别说了 快快拿条毛巾去 快去 大伙 你去门口看看 有没有官兵 我官兵告诉你 快去 去 师兄 师兄 我先把鞋给纸着啊 狗老 你们别管我 我把连累你们 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受伤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你忍着点啊 我来 我去 你 你 你们 你们气死我了 你们在哪里动手不行 非要到我府上动手啊 司徒大人 毒贺他得手了吗 他倒是跑了 可那有什么用啊 只要西门他一招 他就会全程通缉 你们 你们 你们能稳当一点吗 做事情 那我封西门恩的口 不让他说 西门恩已经被押尽了 天牢了 你根本接近不了他 司徒大人 那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 听天由命吧 西门 咱们都是老乡识了 我也不忍心看你这样 是不是 咱们就开门见山 你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要谋反弑君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你别无选择 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石皇告诉你吧 你种的是楚国的污毒 这种毒术 是用十几种 制阴之毒炼制而成 到最后 你的皮肉会一块一块掉下来 会让你生不如死 不 我不能出卖李毒火 不然我会生不如死 只要我不说 君上和大将军 就不会杀我 我就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铁啊 我说 也许多灯 一艘 你不许多灯 那么多灯 哪有 和我 最厉害的 我开始 你还疑惑 他 那是 尸牙 尸牙 等报完仇 不再好好做个医师 就怕你报完仇 你就回不了头了 就是啊 大伙儿 快拿点急血去 快 好 吓我一跳 快 好 师父 那个脊梁可真是蠢啊 他上当了 不是 好 公主 咱回去吧 倒酒 公主 不能再喝了 回去吧 我送你回屋 公主 我送你回去啊 大将军 我们查到了 最近一段时间 西门将军和李太医的关系 比较密切 好像这西门将军的病 就是这李太医给治的 西门 是 大将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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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弃军谋反 大将军 昨天夜里我一直在家呀 怎么可能弃军谋反呢 谁能证明 我能 长阳 王兄 昨天晚上李太医 确实没有出去过 我们一直在喝酒来着 你们在一起 整个晚上 对 所以你误会李太医了 此刻列有其人 昨天晚上我跟刺客交过手 我刺伤了他的左胸 你把衣服脱了 让我检查我就相信你 不敢 大将军 大小我也是个太医啊 治好军上的头疼地 还有公主的阴阳脸 让我脱衣服 对我太侮辱了 让你脱衣服就侮辱你 对 齐齿大辱 要不你把我杀了吧 你以为我不敢啊 给我借 王兄 你闹够了没有 就算你不相信李太医 你也应该相信我吧 我们昨天 整个晚上都在一起 他根本不可能是刺客 你被他骗了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骗我 他也不会骗我的 你 走 我们回公主府 我就不信 谁敢来我的公主府抓人 这两个女的 尹尔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李毒活了 刺客到底是谁呀 这是狗堡的医馆啊 跟我来 诺 谁呀 大将军光临 真是蓬碧生辉呀 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你不会生病了 让我给你看病吧 本将军身体好得很 好好好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的医馆 是不是来过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 没有 昨晚来过黑衣人吗 没有 哪来了黑衣人呢 没有 你可得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这个黑衣人就是行刺国君的刺客 你要是包庇刺客可是死罪 大将军 你可别吓唬我啊 真没来过黑衣人 真没有 真的没有 跟我来 去哪儿 你干嘛呀大将军 你看看 这哪儿来的血 这 师父 这是我的鼻血 我这两天上火剩得特别厉害 对对对 鼻血 他的鼻血 鼻血 有这么巧的事 这就是刺客的血吧 昨天晚上是不是你们救的他 有什么刺客呀 不是 我就是个医师 你看大将军 我怎么可能构结刺客呢 就是 就是不说实话是吧 把狗宝给我带走 走 住手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你再胡闹脸你一起抓 谁怕谁啊 要抓一起抓 我告诉你 我们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好 那不抓你还不合适了 带走 走 叔叔 走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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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这狗宝是死活不着啊 要不我去审审丁香那丫头 没用的 我有办法让那个真正的刺客现身 大将军有何妙计 传我命令 就说两天以后 把狗宝推到闹市上下油锅 我明白了 这招叫引蛇出动 别去 狗宝哥 狗宝哥 天哪 天哪 狗宝哥这怎么办啊 他怎么办与打成这样 话狠疼是不是 这该死的机来 我把你全家都下滑 好了 你别逞能了 这次光打我不打你 已经横给我面子了 看你伤得 狗宝哥 你是不是宁愿被打死 都不愿意说 我狗宝那是出卖朋友的人吗 怎么那么傻呢你 你们看病吧 回去吧 我们今天不开业 你就是狗宝的徒弟 大黄吧 是啊 怎么 你认识我师父啊 我 是狗宝他爹 他是狗宝他娘 原来是两位老人家呀 大黄永远不是泰山 给你们磕头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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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磕了 别磕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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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宝贝儿子狗宝呢 你哭什么呀 有饭桌呀 好像我们家狗宝死了一样 我师父没死 好 没死 可是你跟死也差不多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既能救出狗宝 又能保全毒火呢 夏儿 别急 要冷静 你一定能想出万全之策的 好吧 我也不跟你废话 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 歇尔宫听 我喜欢李太医 希望你能把他让给我 徜徉公主 他喜欢毒火 我是不是 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呢 谁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在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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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倒是不错 可是得我去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得让我想想 杜虎 我 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说 我 我有喜了 什 什么 我说我有喜了 真的假的 我 我要当爹了吗 我要当爹了吗 杜虎 孩子的父亲是 李杜虎 对不对 夏儿 我们现在 得先帮孩子取个名 好不好 李太医 你 长远公主来了 快 先读读 这床不行 哪儿 哪儿 快去 李太医 长远公主啊 我帮你熬了一碗银耳莲子羹 你趁热喝了吧 行 你先走 我喂你吧 好喝吗 好喝吗 好喝 李太医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自己来 自己来 公主 这莲子羹呢 我也喝得差不多了 天色太晚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还不累呢 我们聊聊天吧 你看你热的 我给你擦擦 公主 这种小事 我自己来就行了 李太医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 那跟夏儿姑娘比呢 这个 不好说 好 那我明白了 那就是没有夏儿姑娘好 对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我好了 公主 你就别为难我了好不好 好吧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 公主 这天是不是有点热呀 好 好 好 你不可以喜欢别人 那我漂亮吗 漂亮 你只可以喜欢我一个人 好 你不可以喜欢别人 你不可以喜欢我 我都主动送上门来了 你还拒绝我 你还拒绝我 好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呢 我讨厌你 公主 你别这么说 对不起 李都活 你个混蛋 父母 郭胖哥 今晚可是我们这辈子 最后一个晚上了 是我最后一个晚上 又不是你最后一个晚 你傻呀 你以为你死了我一个人 活得了啊 你也没有必要陪着我嘛 那你为什么要替毒霍哥死呢 我愿意 那我也愿意啊 郭宝哥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咱们两个同年同月同日死 那到了阴间还不举行个婚礼庆祝一下 为什么要庆祝 不是你说的吗 你说 陛下 等我们出去以后 我就娶你 我说那是活着出去以后娶你 这都死了还娶你干嘛 死了以后到阴间不就活了吗 我有个事一直搞不懂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呀 喜欢就是喜欢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呀 那喜欢一个人终结有理由啊 您说的刺客会险什么 大将军 应该会 看来大将军的刺客了如指掌啊 谈不上我也只是努力吧 驾 驾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昨天晚上不应该向你发脾气 没关系 你别走 公主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我 我不放 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就得陪我 公主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不放 除非你告诉我 你干嘛去 我求求你了 你 Could you Jesús 谢谢你 我求求你了 你oit 你快点 我们去遇见你了 你 fotograf不可爱 那你 Rio 有活再还不来啊 对呀 不会的 他不会骗我的 他答应来 一定会来的 大将军 夏儿姑娘来了 你说他会不会像上次 就吕不活那样来劫发城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怎么可能是 刺杀我父王的刺客呢 对 我就是刺客 现在知道了吧 不喜欢我了吗 我去找你的王兄自首 你不能去 凭什么 凭我喜欢你啊 你喜欢我 别开玩笑了 我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 你别走 我不管你是谁 是不是刺客 我都不管 我只知道 你是我喜欢的人 我不允许你去做傻事 你别去自首 好吗 公主 我李渡后何德何能 哪有你这样对我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你 我这辈子 都离不开你了 公主 你别这样 你起来 公主 你对我的厚爱 让我受众多尽 但是罚城我必须要去 我不能看到我兄弟死 好吧 如果你执意要去 我陪你一起去 你陪我去 我是刺客 我去自首 你也是公主 不 我不是公主 我只是一个女人 而你是我喜欢的男人 而你是我喜欢的男人 大将军 时间差不多了 行行吧 狗猫哥 狗猫哥 你们别跑狗猫哥 夏儿姑娘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李渡黄会不会来了 就是啊 你到底来不来呀 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你不要炸我的 狗猫哥 就是我干的 我再等会儿 你不要炸炸我 停下 你能不能消心点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事跟你没关系 都是我做的 不要炸他 我求求你们啊 这锅这么小 你那么大一只 哪儿炸得下你啊 我不管 要生一起生 要炸一起炸 狗猫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把那个真正的刺客 供出来 狗猫哥 是不是我说了 就放过我 当然 我说 是谁 挡神 狗猫啊 你还真是叫疯狗啊 死到临头了 你还乱咬人是吧 把他给我扔进去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挡神 把他放开 我跟你们拼了 你怎么来了 你别凑热了 快回家 不服 大王 别打了 回去 你这两下子 你结什么伐场啊 你回家杀出去 爹 不要啊 父母 拿把菜刀就敢结伐场 我送你去见阎王 你 娘 父母 狗猫他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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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放开我 父母 狗猫他娘 你别乱来 怎么谁你都要救啊 放了狗猫 要不然我杀了党身 我这回还真不能答应你 不是狗猫 你知道啊 那你说 是李独活 狗猫 你能亲口说出李独活的名字 这还真让我有点迷惑呀 我只是不想让狗宝被黑锅而已 那我就更迷惑了 你这喜欢的男人 到底是李独活还是狗宝 你到底要救谁呀 夏儿说得没错 真正的刺客是我 李太医 你说是你就是你呀 我要的是证据 好你个李独活 还真有你的 给我带走 慢着 这没你事啊 别再给我捣乱了 你们听好了 李独活是我的救命安人 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就跟谁没完 放肆 刺客怎么可能是李太医 父王 您难道忘了上次您婚死过去的事了吗 灵儿 寡人还是不太相信 是不是你搞错了 你还是去查一下好 父王放心 孩儿一定能查 父王 我也要参加审理李太医的案子 长阳 你要去捣什么乱呢 我不是捣乱 我是要看着王兄 防止他公报私仇 笑话 我跟李独活有什么私仇啊 王兄 你是想让我当着父王的面 把你的牢底给揭出来吗 那 喂 你们两兄妹到底怎么回事啊 最近一见面就吵架 灵儿 灵儿 他是你妹妹 你要让让妹妹啊 父王 从小到大我都让着他 他这次实在有点过分啊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啊 你喜欢李独活 你喜欢半夏是不是啊 半夏是谁啊 半夏是李独活的恋人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乱来 胡闹 听见没有 父王让你别胡闹 谁让你替半夏的 还嫌不过乱啊 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妹妹啊 夏儿姑娘 你是在等我吗 是 有何见交 我只想问你 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 还算数吗 什么话 只要我放弃李独活 你可以同意我任何条件 当然算数了 怎么 你想通了 我让你救他 你还真是识时务啊 因为我知道 在整个大政国里 也就只有你能救他 你还真是说对了 成交 德公 magnesium 摇到你了 你知道 你和毒 搭一样 achter過去 你了 你别太难过了 喜闻 看看谁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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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没有出卖我 是我自首的 李渡火呀 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的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解夺啊 大将军 我开个药方给你 你让你的兵士去抓药 你放心 这事我来办 再怎么说他以前都是我的人 我也不忍心看着他生不如死 带走 诺 走 有个不错 对不起 伯母她 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错了一步 如果杜货能早点来的话 别说了 我知道 是你说服师兄出来救我 这个黑锅本来就不应该让你背 我心甘情愿的 你说师兄出点什么事 你肯定伤心 我不愿意看到你难过吗 古宝 我 我游戏了 那你更不应该 让师兄出来自首了 这孩子一生出来 就见不着爹多可怜哪 你放心吧 他不会有事的 他怎么可能没事呢 徜徉公主 会去救他的 夏儿 你疯了吗 狗宝 我好累 我跟他们说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自己是 可以搬回医馆来住 当然可以了 你这是在说什么话呢 是吧 高宝哥 你那个房间一直空着的 没人住 你要搬随时可以搬过来 谢谢 累死我了 你别坚持了 赶紧招了吧 省得受苦 季灵 你信不信 你对我所做的这一切 我会还你的 你现在就是地上的蚂蚁 我才死你都可以 你怎么还哪 好 来呀 谁怕谁 就错过死了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好 来来来 来 王兄 你别打了 你来干什么 谁让你对他动刑的 我不动刑他能招吗 他不招 你也不能打他呀 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打死就打死 他是刺客 他死了 我也不活了 你别闹了 行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什么 公主 我都是将死之人了 你别管我 你别怕 我是公主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长衙 别过分啊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呢 我过分 你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 李太医是刺客 这事情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那他和败下是什么关系 猎人 那你为什么只抓了李太医 而不抓败下呢 既然是恋人关系 那他密谋造反 败下可能不知道吗 公主 这件事情是我一手制造的 跟败下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王兄说了也不算 那谁说了算 谁说了也不算 这要抓起来 省一省才知道 王兄 你要是下不了手 我替你抓 对了 我想嫂子对这件事情 应该更感兴趣吧 好你个长衙 你为了一个李图活 就不把你王兄 放在眼里了是吧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把李太医打成这样 你把我这个妹妹 放在眼里了吗 她是刺客 那班下一定也是刺客呀 王兄 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 再这么对李太医 我绝对跟你翻脸 我说到做到 都给我放开 你没事吧 狗宝哥 起床啦 不起床 我挠你喽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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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丁家 狗宝哥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俩赶紧出去 置办点东西吧 置办什么呀 成亲的东西啊 谁要成亲 我跟你呀 别闹了 谁闹了 人家可是记得很清楚 某人在天牢里的时候 亲口说的 只要我们两个出去呢 他就会向我求婚 就会娶我 说 我是说过 但是我仔细想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你们干什么啊 怎么不合适啊 咱们的都不合适 不是你又没事 你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 这东西哪能试 怎么不能试 只要我愿意 我不愿意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骗我玩我还是耍我呢你 你什么意思啊 丁香 既然这样 那今天就把话说明白 免得你再受伤 说 我又喜欢你了 谁啊 你又何必要 你说不说 你快说 真的假的 你又骗我 真的 不是 高 高八哥 就算这是真的话 那你俩更不合适啊 他不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啊 我知道 那我总得试试吧 高伯哥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你刚刚说的话 都是骗我的 我还是愿意嫁给你 你就说你骗我的吧 好不好 丁香 何必自己欺骗自己呢 我恨你 恨你们 爹 我们赶快回去 去哪儿 回摩海去 爹刚来都城 怎么又回去啊 爹你到底回不回去啊 你要不回去 我一个人回去了 丁香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两个刚刚 到底怎么回 你别说了 你跟我走吧 好好好 走走走 爹 丁香 丁 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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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狗宝 这臭小子 好问你个臭小子 你就给我起来 起来 您一会儿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问你 你跟丁香都说了些什么 把人家姑娘给气跑了 我就说我不能娶她 你说你傻不傻 丁香是个多好的姑娘 这个世界上 还要比她更喜欢你的人吗 她好您娶她 你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这是 我这 你别生气了 你 我跟你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跟你娘就白生了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都不心理 你走吧 兔崽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就别问了 跟你没关系 行了 你出去吧 让我睡觉 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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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啊 你到底和狗宝在里面说什么呀 爹在外面也听不清楚 难道狗宝又反悔了 不同意娶你了 不同意娶你也没关系 你自己多努力呀 总有一天 他终究会答应娶你的 爹 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为什么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狗宝哥 他有喜欢的姑娘 我当什么事呢 他有喜欢的姑娘 那很正常吧 你就跟那个姑娘竞争就行了嘛 爹 他喜欢那个姑娘是 是谁啊 是夏儿姐姐 不可能吧 这夏儿可能和狗活都有了孩子吗 这事闹的 两儿 徜徉昨天晚上 一直跪在大殿的外面 不吃不喝 一直为李独活求情 你怎么看 父王 李独活所犯的是叛逆大罪 如果轻言免罪 那如何向文武百官交代啊 那你的意思是 杀依敬拜 可如果杀了李独活 徜徉一定受命 寡人看徜徉现在的情况 是铁了心爱上李独活了 再说 李独活治好寡人的病 也是他治好了 徜徉的阴阳里面 他确实是个人才啊 你也没有死 他怎么说 这事呢 有过去 最后一个人 你怎么不听 你怎么会 连叛逆之罪都可以赦免的话 那大哲国不早就乱套了 你少拿国法来跟我说事 如果你杀李都活 那应该把半侠一起杀 这才公平 你 对一万不说 李都活的父母和舅舅 都是渐渐死在你的手里的 他找你报仇也是情有可原 注意你的立场 怎么吃里扒外呀 长阳 你干什么 父王 你的心眼太狠了 我跪了一夜你都不答应我 看来长阳在你心里也不是特别重要 那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我死了 你们爱怎么杀李都活 就怎么杀我也不管了 长阳 别 半斤放下 咱们好好商量啊 我不 你们要是不答应 我就是不放 长阳 寡人答应你了 怎么样 寡人答应你还不行吗 我们是死的 你不要说 死就这么样的人 你怎么去哪里 他就会让他到把我了 这么样的 你怎么去要 实际上 你怎么知道 他去到你了 还要把我了 你要在那里 只要他交出击重 就当作他是代罪立功 弟弟 对不起 姐姐不得不把你送回天牢 姐姐 你是不是要把我送回去 我不想回去 那个地方又黑又冷 而且还没有人 我不想回去 姐姐 我好不容易再出来 怎么又让我回去呢 我不要回去 我害怕 我求求你了 姐姐 不要让我回去 我不想回去了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 姐姐 走 你没事吧 李子虎 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运 让我妹妹这么舍命救你 我答应她了 我不为难你了 不过你要戴罪立功 怎么戴罪立功 把击众交出来 我就免你的死罪 姐姐 我求求你了 不要把我送回天了 我不想回去 姐姐 向你等着 我曾有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不要 不要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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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啊 姐姐 放我出去啊 姐姐 放我出去 姐姐 放我出去啊 姐姐 放我出去啊 金城 对不起 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啊 我都说了我害怕 放我出去啊 姐姐 放我出去啊 还是不答应是吧 这可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 错过了可就再没有了 考虑好了 你说句话呀 我求求你了 你告诉他 击众在哪儿 你快说呀 好 我答应你 我带你们去 是这儿吗 就是这儿 开门 诺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别抓我 放开我 二弟 够长进的呀 把自己藏得这么严实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求求你了 放了你可不行 在宫里见不着你 我还挺想你的 带走 好 起来 放了我 我求求你了 放了我吧 放了我 李都火 这个地方够隐蔽的呀 是你把机中藏起来的 对 也是你把他从天牢救出来的 大将军 你太太久了 我哪敢呢 我在路上碰见他 然后把他藏在这里 路上碰见的 这么巧的事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要是不相信我 就算了 李都火 王兄 你有完没完 他已经把机中给交出来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带你的李都火走人 咱们走 过来 给我盯紧你毒火 这事不算完 诺 夏儿 我听说师兄给放出来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长阳公主会救他 那 但是 他把你弟弟给出卖了 人命关天 你怎么无踪于衷啊 我知道 你知道 师兄疯了吧 他不会连你也出卖吧 赶快抖抖吧 放心吧 他不会出卖我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只想把孩子平平安生下来 然后再想办法就集中 女儿啊 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别再回沐海郡啦 为什么 爹还不了解你呀 我保证你回去不了几天 一想起狗宝来 你又返回都城了 爹 你也把狗宝哥想得太伟大了吧 我跟你说 我才不会去找他呢 就嘴巴硬 站住 站住 糟糕 碰上墙道了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劫财的我告诉你啊 你别待着 范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你别扔我啊 她心情不好 那爷陪你愣了啊 你心情就好了 还有本事你过来看看 兄弟们 不上 喂 喂 小心点 小心点 阿嗨 你呆 你们 你们 忠诚们 别闹着 要 주고 哇 你说儿 没事 女儿 没事 没事 爹 走 好看饶命啊 好看饶命啊 爹 丁香不怕啊 大郎家子 大郎家子 兄弟们这次下山抓了俩人回来 兄弟们这次辛苦了 大郎家子 这次兄弟们下山抓了一女的 要不然给你当压寨夫人呦 滚蛋 我只忠义二当家的 其他任何女人在我眼里 也都是狗屎 对对 别呀 我觉得 我还是当狗屎比较幸福 咱俩这位子是不可能的 你也别费心思了 这咱们就不可能了 肯定不可能 大郎家子 我帮你看看啊 这姑娘长得怎么样 要是模样长得还可以的话 收了当个压寨夫人也挺好 哎呦 我长得很丑的很丑 真的没法看呢 没事 让我来看看 真的没法看 这 你们 你们两个 这都半年多了 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 丁香到底去哪儿了 你就别管了 我能不管吗 她是我妹妹 小点声说话 你现在大肚子 大声说话对胎儿不好 这丁香跟义父一走就是半年多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真耐心会出什么事 别人能出事 她也出不了事 你看她那大圆脸就知道 她是福星 逢兄化吉 我这帅气 我拿我这内裤给孩子改个肚兜子 就你那手艺还做肚兜 也不知道能不能穿呀 公主 这君上半年没找我 她找我干嘛呀 你别怕 她就是找你聊聊天 再说了 不是还有我的吗 走 我 走 父王 李都活来了 醉沉李都活 叩见君上 愿君上扶入东海 受彼南山 长阳 你先下去吧 父王 他都已经认错了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 再说了 你都说了那是以前的事情 既往不就了 今天是寡人跟李都活 两个人的事情 寡人叫你下去 别害怕 你怎么ften来 还在这儿呢 叶老兵 李都活 你不是一心想杀寡人吗 寡人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用了 来 来吧 反正寡人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寡人今天就把命还给你 李都佛 你要是敢刺向寡人 寡人就让你死无藏身之地 杜国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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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求追找原谅 李敦火 你今天总算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 张阳 父王 吓死我了 没事吧 没事 起来吧 寡人只是试探他 李渡霍 寡人知道你一直以来 都心怀抱负 寡人可以对你 以前所做的事 既往不咎 而且还会继续重用你 只要你好好 对寡人的女儿 军上 我 还不谢恩 谢 谢过军上 起来吧 对了 寡人的兰妃有喜 过两天 寡人会跟她去 殷山行宫里避暑宝胎 到时候你们两个一起去吧 来 爹 让您给当车夫真不好意思啊 少给我贫嘴寡舌的 谁让我是你爹呢 夏儿 我们去游医 你这大肚子也不方便 就别跟着了啊 我和孩子总得运动运动 总不能老在屋里待着吧 对啊 师父 你就让夏儿姑姑跟着我们吧 他跟着我们 我们还可以随时照顾他 好吧 扶他上车 上车 你快看 衣衫好美啊 你怎么了 没事 开心一点吗 记忆终于来了 我们守在衣衫 终于没有白斗 寡梁也在 我们跟他们父子 彻底清算的时候到了 一个一个来啊 一个一个来 快一点啊 大家都一个一个来 不要着急嘛 一个一个来啊 夏儿姑姑 我来抓药吧 你休息一会儿行吗 没事 我不累 夏儿一个 好嘞 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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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让我猜猜你在想什么 你肯定在想夏儿姑娘 对不对 我真羡慕她 公主 你别这么说 我问你 如果你在遇到夏儿姑娘之前 先遇到我 你会不会喜欢上我呀 这不可能 我不是说不可能喜欢你 我是说认识夏儿之前 认识你不可能 我七岁就认识夏儿了 我是说如果呢 找我 婚主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我不 我还没有玩够呢 你们干什么 看你们这真打扮 是不是从阴神行宫里出来的 过得着吗 还嘴硬 你是不是长阳公主啊 没错 就是我 很好 抓的就是你 兄弟们 上 追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还不住手 再不住手 你是把她杀 臭小子 你想让公主死吗 小子 失手不错呀 又不是把公主放开 我给你单挑 不感兴趣 把她带走 走 走 岚飞啊 这次你一定要多加把劲 一定要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出来啊 君上 我一定会努力的 想不到寡人一把年纪 还能老来得子啊 父王 父王 什么事情 白天的时候 长阳和李都活一起出去 上的兄弟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派人去找了没有 找了 只找到这个 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 难道长阳和那个李太一 被他们都绑架了 这件事肯定跟李都活有关 父王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能再相信李等等 现在说这些话有用吗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敢绑架寡人的女儿 梁儿 你马上派人去查一查 务必要把那些个奸细抓来 诺 你醒了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山洞 你们要干什么 长颜公主 落到我们手里算你倒霉 今儿个我要为我们九宫根死去的人报仇 报仇 你们搞错了吧 我从来没有杀过你们的人 我知道你没杀过 可你的父王和王兄杀过 他们欠的宅子何以你还还 公主 你别害怕啊 我最擅长杀人了 我以刀下去绝对解决 不留一点痛苦 你们两个要杀要寡的冲我来 跟一个小姑娘计较 算什么本事啊 臭小子 那是大仇人的 这有声 来 你找到大仇人 还有一点 那是个道理 那是有个事 怎么办 你不想责任 你不想责任 你别想责任 你不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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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话还多不多 不要啊 你们别跟她的舌头 还是杀了我吧 我求求你们了 我当然要杀你 别着急呀 你们还是一对情人 那可惜了 不过 你们一会儿可以到阴曹地府 好好地谈谈庆叔叔啊 周伟 这么热闹啊 我丁香最喜欢热闹了 多活啊